防重泡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構 它有配重跟保護的作用 我們防重泡棉的話是上下兩層 我們用剪刀在中間中剪一個缺口 剪開之後稍微剪到扭轉一下 那大概剪到上面這個深度 我們要操作的時候先在剪開的地方塗少許的熱紅膠 然後把它做上 再來我們會在機身木棍的前面大概1.5公分到2公分四面塗上熱紅膠 那這地方塗上熱紅膠的話呢 因為熱紅膠量多的時候它會滴下來非常危險 溫度很高 那我們就把機身木棍把它轉到我們的防重泡棉裡面去 大概進去差不多不要超過一半的深度 不要超過一半的深度 我們去調整一下它的水平線有沒有成直線 我們的垂直線有沒有成直線 如果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讓它放著讓它黏固 放著讓它黏固 OK 好